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现在加利口罩好多民众都拿来说要退货 不过我来看到这个退货的规则 却是一改再改 本来说加利公司说啊 即使是可以突然货的 后来又改变了 现在限定说9月9号到10月8号才能够换 那么当然原先是说超商超市可以让你退的 现在也喊咖了 现在变成说只有在药局 卫生所还有加利公司是可以换口罩的 不过你想要换口罩是可以 现在必须要填单子 也因此让药局的药师忙翻了 即加利公司涉嫌从大陆进口口罩 并且混入了实名制口罩当中 有民众很不满 昨天晚上呢就戴着两颗口罩 前往位在巴黎的工厂 就把这个加利的口罩撒在地上哦 随后就骑车离开 警方获报之后 已经通知行为人来到位说明 并且会依设违法 还有废弃物清理法来就办 所以呢也呼吁民众 应该要理性避免触犯 好再来看到这个画面让人神共愤哦 怎么说呢就是发生在台中大理 四岁女童惨遭杀害的事情 而现在女童升起的最后影像也曝光了 这个画面时间点是在六月七号的凌晨 当时嫌犯开车带女童出门回来之后呢 在嫌犯呢在大马路上 就抓起女童的手把她的身体拎在半空中来硬撤 就好像是在抓布娃娃一样拼命的拖袭 那么当然女童她是死命的挣扎 结果还是被拉进屋里面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而这个发现地点其实就是嫌犯女朋友的租屋处 女友到底有没有从旁边全程募集呢 现在检方已经将它转为重要真人 尤其我们来看到根据2018年 当时这个官务署的资料显示 猪肉的猪杂税的进口 美国呢是最大的进口国 你可以看到是多达了7800多公顿 那么现在呢一旦流入了大街小巷来使用 一般民众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确知道说 我现在吃的猪内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对此能委会副主委他就讲话了 他说呢其实进口量的多过啊 跟哪个国家进口来的 他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说呢如果消费者你没有办法辨识的话呢 他就建议你少量来摄取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他这个说法等于是把选择权丢给民众 那外送很方便啊 不过送来的是宠物的食品 应该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 西北这名女网友他就抱怨说 日前订了鸡腿要当早餐来吃 结果他说一打开哦 男朋友觉得这个鸡腿味道怎么怪怪的 仔细看了包装才发现 这居然是小狗的食物 后来把这个画面呢 以及这个过程po上网路 甚至找店家来评论 之后发现也有其他客人订掉了宠物鸡腿 认为业者不应该疏忽备注 对此呢业者就亲上火线来盗窃 也赶快的下架产品 而彰化殖民的蛋黄酥店博尔房 每到中秋集前过去呢都会出现了大批的排队人潮 甚至呢还有代购业者加入引发了各种交通的乱象 比方说呢像是前几天有一对帮人代购的母女 因为呢他们说工资没有拿到 所以当街大打出手 而现在店家突然发出了公告了 他就说呢现在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所以宣布了从9月9号开始到9月26号 现场呢是停止贩售的 所以现在这个公告一出来 让很多民众都很惊讶 好确实哦代牌乱象蛮多的 现在就连价格也会坐地起价 比方说呢像是一颗蛋黄酥原价是卖你40块钱 代牌费要加上20到40块 估计接近中秋节 带牌一颗费用恐怕会涨到100块钱 那么当然一堆排队的问题还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嘉义的民店服役宣弹卷 其实过去呢也好几次被批评说啊 现场排队民众他们没有戴口罩 恐怕成了防疫破口 不过现在店家说了电话预约是停止的 你只能够电话预约 而现场是停止发号码牌 避免出现了排队乱象 这一消息台中四岁女童被虐杀满虚 而现在她的身份首度露面 他控诉说前期太善良了 他说新闻曝光 他才知道受害女童就是他的女儿 记不知情赶快请李洛珍告诉大家 人甚至呢还说他有道歉 还说当天是认错人 没有打到对方 不过现在被害人不止一个人 前世纪也拍下 男子当时确实拿着拖鞋 追着一家三口的画面 来看我们的度假报道 邮轮公司他们举办的跳岛行程 他说到澎湖参加一日游 发生了旅游纠纷 他就指控被导游丢包了 而且还被其他的团员指责 不过事情曝光之后 导游又话要说 举办热气球的嘉年华 累计两天规划三个场次 让民众可以体验升空的快感 不过每一场只有限额100个人 所以很多民众为了抢民 一大早就来排队 还有人一等就是十个小时 一口罩混冲十名制口罩 东窗事发之后 老板林明静他还呛说 他说我做的口罩 防护力达99% 还说其他国家队根本做不到 不过现在这个说法 被网友吐槽了 有人说戴塑胶袋在头上 防护力能够达到百分百 最近你去卖场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个很像安全帽的物品 这里面装的是奇异果 一直来要卖你199块钱 据说一上架就被抢光了 究竟他有什么魔力呢 民众说看到这个装奇异果的篮子 被吸引 他说这个外形就好像是安全帽的篮子 而且你仔细看 这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他说比平常的容器多了沥水的功能 所以说这个东西超级好用 比方说可以拿来洗米啦 洗菜真的是非常实用 好 这里看到大陆这位颜值颇高的年轻爸爸 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他到学校来接女儿 不过因为他的外貌长得是太年轻了 学校老师误会说两个人是情侣 结果这个最嫩的爸爸不只是保养得好 您看到呢他长相还蛮白净斯文的 而且身形很高挑 甚至呢他的穿着打扮 其实还蛮像一般的时下年轻人 完全看不出来他的女儿已经是读高中了 女儿就说了当然很开心 爸爸可以来学校接他 不过他说呢因为爸爸太年轻了 常常会让老师还有同学误会 甚至呢还会打电话跟他的妈妈告状说 你的女儿好像谈恋爱了 他说这一点啊让他是还蛮困扰的 而在大陆这个男性直播主最近呢 他被这个网友踏罚 主要就是呢他边开直播边在大马路上 他骚扰陌生女子 而且还跟对方说要亲你 他说他要挑战亲十位女孩 不过他的行径太离谱了 现在被举报 所以终身不能够再忘录直播 导演陈沐顺 上礼拜因为BMI过去 而过去他拍过非常过的电影 也跟香港很多大明星合作过 像是刘德华的陈铭作品 天入友情就是他所知道 本的畅销作家东野鬼舞的小说 解忧的舞台剧在这礼拜上演了 而首轮三个礼拜的票房逼近完售 每三个人用家传的碳烧猪脚 努力的把掏客带回故关 据说呢你没有预约还吃不到 下12公里发生了死亡车祸 原料货车突然撞上前方的水泥车 货车的车头严重挤压 司机呢失去了呼吸心跳 强救时候发现了他的左小腿 因为挤压被截断 所以抢救还是宣告不治 而警方逐步调查 疑似是货车他没有注意到前方的车祸 才会追踪六下九路段的水泥车 用成不幸意外